这个中国这一次呢 他们全力发展的北斗卫星 已经高挂在天空 但是你要是知道 中国研究这一些相关的科技 最早是由谁开始吗 这边当然就要请历史老师 周老师来告诉大家 丁林大名的前学生 她已经过世了 活了98岁 那这位先生 她的学经历家世 有很多故事可以讲 她的夫人是蒋百里 我们近代很有名的战略思想家 军事家的女儿 另外她的后代 有人得诺贝尔化学奖 也出了好几个大学教授 她本人是教大毕业 然后硕士在美国 麻州理工学院MIT拿到的 那么博士在加州理工学院 她后来在两个学校教书 这算世界上最有名的大学之一 那她因为表现良好 后来遇到二十大战那一段 她曾经跟美国顶尖的一些科学家 研发原子弹 因为1933年 德国科学家已经分裂原子成功 所以当时日本纳粹德国 也在做原子弹的研发 但是后来美国人抢线 因为欧洲很多犹太人被赶走了 包括爱因斯坦 包括欧本海默 但是我们知道爱因斯坦 欧本海默在美国 是被FBI终身在监视的 因为怕他们是间谍 德国间谍不放行他 后来我们知道 中国大陆在1949建政之后 周恩来他也知道 要发展原子 那时候原子后来是核子 清淡就请他回去 但是问题出现了 美国人不放他 还有就是美国后来跟他有发生过打官司 这官司拖了五年之久 因为他也是间谍 也是间谍 碰到谁呢 碰到很有名的麦卡锡主义 搞这个红色恐怖 麦卡锡是一个恶名招账的参议员 他为了表示爱国开始整人 包括为了民心也被整 这官司后来他败诉 那后来经由周恩来所主导 外交上这个台面下的责中辅责 才让他回到中国 但是美国人不让他带走一张纸 一本书 他要回到大陆凭记忆地来重建的 所以到1960年代到70年代 有三次这个重大的事件 先是在新疆罗布勃 原子弹事报成功 当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他们正在开会的时候 据历史的记载 各地的代表 那个跳欢呼的样子 周恩来说 不要再弄 不然屋顶都会塌了 这么欢呼 因为中国人 马泽东奖终于站起来了 后面还是这个清淡 再来是发射人造卫星 1970年的这个东方宏一号 注意到那是在文革期间的 为什么用这个名称呢 因为当时文革的国歌 就是东方宏 陕北的这个民谣 那后来在大陆上 就是他的头衔得的勋章 蛮多的 他说我姓钱 我不要钱 他一生没有关于利的问题 那很有意思 他的晚年在中国科学院 他是院士 但这个已经成为算是 历史上一个非常大的人物 就是中国的现代化 贡献非常大 他的头衔有什么飞弹之父 清淡什么之父 都是中国的 有一位在美国的女性的 这个作家叫张纯荣女士 张纯荣他也写过 那个南京 那个叫做 被强暴南京这本书 后来自杀的 他写过他的传记 非常好的一本书 他为他辩驳 叫中国飞弹之父 前约生之谜 他用这个名次 这两弹一性 有几个排列组合 有的认为是原子弹 飞弹跟人造卫星 第三个不会动的 前面有的也说不是 是原子弹跟氢弹也有 就这种不同分类的组合 那么大陆 因为一百多年来的 这个内优外患 所以当时的口号叫做 不要裤子也要盒子 它有很多政治作用